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定一个超市购物的场景 让孩子们轮流扮演顾客和店员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不仅能学会如何打招呼 询问价格 还能练习如何礼貌地拒绝不想要的商品 记得在游戏中加入一些幽默元素 比如让孩子们用搞笑的声音 来问这个西红柿会不会唱歌 这样可以让他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 二 社交小任务 给孩子设定一些小任务 比如今天要和三个新朋友打招呼 这就像是给他们发放了社交任务清单 你可以在家里设置一个社交积分系统 每完成一个任务就能获得积分 积分可以用来换取小奖励 这样不仅能激励他们主动与人交流 还能让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感受到成就感 三 情绪识别游戏 社交技能不仅仅是说话 还包括理解他人的情绪 你可以和孩子一起玩情绪卡片游戏 准备一些不同表情的卡片 让他们猜测这些表情代表的情绪 比如看到一个愤怒的表情 孩子可能会说 这个人是不是刚刚被他的玩具车撞了 这不仅能帮助他们识悲情绪 还能培养同理心 四 鼓励分享与合作 组织一些需要团队合作的活动 比如拼图 搭积木等 在这些活动中 孩子们需要沟通 协作才能完成任务 你可以在旁边观察 事实给予指导 比如 如果你们一起讨论一下 或许能更快找到拼图的边角 这样不仅能培养他们的社交技能 还能让他们明白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五 幽默感的培养 幽默是社交的润滑剂 教孩子们一些简单的笑话或幽默的故事 让他们在与人交流时 能够轻松地引入幽默元素 比如 教他们这样一个笑话 为什么书本总是冷 因为它有很多封面 这样的幽默 不仅能让他们在社交场合中更受欢迎 还能帮助他们缓解紧张情绪 六 以身作则 最后 作为家长或老师 您是孩子们最好的榜样 展示良好的社交技能 比如礼貌地与他人打招呼 倾听他人 分享自己的想法等 孩子们会观察并模仿您的行为 记得在社交场合中 适时地展示一些幽默感 比如在聚会上说 我来这里是为了吃蛋糕 而不是为了社交 但我想我可以兼顾两者 通过这些方法 孩子们不仅能在社交场合中游刃有余 还能在与人交往中找到乐趣 毕竟 成为小小社交达人 不仅仅是为了交朋友 更是为了在生活中 享受每一个与人互动的瞬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游戏在社交技能发展中的重要性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游戏在社交技能发展中的重要性 听起来像是个严肃的学术讨论 但别担心 我会尽量让它轻松有趣 毕竟 谁说教授不能幽默呢 首先 让我们回到古代 想象一下 几千年前的部落里 年轻的猎人们围坐在篝火旁 玩着一种叫谁能抓到最大的猛马像的游戏 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个极具挑战性的活动 但实际上 这个游戏的核心在于团队合作和沟通 通过这种方式 他们不仅锻炼了身体 还学会了如何在压力下与他人协作 甚至在失败时如何安慰彼此 可以说 游戏是他们社交技能的训练营 而到了现代 游戏的形式变得多样 但其核心价值依然存在 无论是桌游 视频游戏 还是户外运动 游戏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让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社交互动方式 比如 在一场多人 在线游戏中 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队友 有的像是温柔的天使 有的则像是愤怒的火焰 通过与他们的互动 你不仅能提高自己的游戏技巧 还能学会如何处理冲突 建立信任 甚至是如何在队友发脾气时保持冷静 这可是职场生存的必备技能哦 有趣的是 研究表明 玩游戏的人 在社交技能上 往往比不玩的人更具优势 因为在游戏中 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沟通 协作和解决问题 这些都是社交技能的关键要素 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在游戏中 成功地与五个不同国家的玩家合作 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 不能和同事们愉快地完成一个项目呢 当然 游戏也有其反面教材 比如 有些人可能会沉迷于游戏 导致社交技能的退化 就像古代的猎人 如果只顾着抓猛马像 而不与其他人交流 最后可能会变成孤独的猛马像猎手 所以 适度游戏 合理安排时间 才能让我们在享受乐趣的同时 提升社交能力 最后 我想用一个小故事 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曾经有一个学生 他在游戏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但在现实生活中 却总是害羞地像只小猫 于是我建议他 参加一个游戏俱乐部 在那里 他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还逐渐变得开朗 甚至在一次聚会上 勇敢地分享了自己的游戏心得 结果 他不仅赢得了朋友们的赞赏 还获得了最佳游戏讲解员的称号 看吧 游戏的力量是多么深切 所以 各位同学 记住 游戏不仅仅是娱乐 它是我们社交技能发展的重要工具 下次当你在游戏中 与朋友们欢笑时 别忘了 这也是在为你的人际关系投资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家长如何引导孩子建立友谊 当然可以 建立友谊是孩子成长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家长在这个过程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让我们用一些幽默的故事 和深入的见解 来探讨这个话题 一 友谊的调味料 想象一下 友谊就像是一道美味的菜肴 没有调味料 味道就会平淡无奇 家长可以通过引导孩子 学习如何与他人互动 来为他们的友谊增添调味料 比如 教孩子如何分享玩具 轮流玩游戏 或者在朋友面前 表现出善意和理解 幽默故事 有一次 小明的妈妈 看到他和朋友们在玩积木 小明总是想把所有的积木 都占为己有 结果他的朋友们 一个个都离开了 小明的妈妈走过来 笑着说 小明 你知道吗 友谊就像做菜 不能只放盐 偶尔也得加点糖 小明想了想 决定试着分享积木 结果他的朋友们又回来了 大家一起玩的不亦乐乎 二 角色扮演的友谊剧场 家长可以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 帮助孩子理解友谊的价值 和建立友谊的技巧 比如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演练 如何在学校里主动打招呼 或者如何处理小争执 幽默故事 有一天 小花的爸爸决定和他一起演练 如何交朋友 他们假装在公园里 遇到一个新朋友 小花的爸爸 假装是一个害羞的小朋友 结果小花用尽全力去拉拽他 最后爸爸忍不住笑了 小花 交朋友不是拉扯 而是温暖的拥抱 小花恍然大悟 决定下次用微笑和问候来交朋友 三 有意的社交实验 家长可以鼓励孩子 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比如运动队 艺术班 或者社区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 孩子们可以结识新朋友 学习团队合作和沟通技巧 幽默故事 小丽参加了一个足球队 但她总是害怕和队友交流 于是 她的妈妈给她制定了一个社交实验计划 每次训练后 她都要和一个队友聊聊 结果 小丽在一次训练中鼓起勇气 走向一个队友 结果她说 你喜欢吃披萨吗 队友愣了一下 回答 当然 你喜欢什么口味 小丽兴奋地说 我喜欢所有口味 从此 他们成了好朋友 甚至一起开了一个披萨俱乐部 四 有意的情感导航 家长还可以教孩子 如何识别和处理情感 帮助他们理解有意中的起伏 教孩子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 以及如何倾听他人的感受 是建立深厚友谊的关键 幽默故事 小刚有一个好朋友小明 但有一天 小明不小心踩到了小刚的脚 小刚气得直跺脚 结果小明也跺脚 两个小朋友就这样在操场上跺脚大战 小刚的妈妈看到后 走过去说 小刚 有意不是跺脚 而是用心去理解对方的感受 小刚想了想 决定和小明好好谈谈 结果他们不仅和好如初 还发明了一个新游戏 脚步舞 总结 家长在引导孩子建立友谊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幽默的方式和实际的技巧 帮助孩子们理解友谊的真谛 记住 友谊就像一棵树 需要用爱和理解去浇灌 才能茁壮成长 希望这些故事和见解 能为您和您的孩子的友谊之旅 增添一些乐趣和启发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聊了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交技能 帮助他们成为小小社交达人 我们探讨了模仿 社交小任务 情绪识别 合作与分享 幽默感的培养 以及家长以身作则的重要性 并且 我们还讨论了游戏在社交技能 发展中的重要性 以及家长如何引导孩子 建立友谊 总结一下 培养社交技能 就像骑自行车 可能会有摔倒的风险 但一旦掌握了 就能自由畅行 而游戏不仅是娱乐 更是我们社交能力的训练营 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 孩子们能在互动中学习到 如何建立友谊 理解他人的情感 甚至还能从小小的脚步舞中 领悟到友谊的真谛 在我看来 社交技能的培养 不仅仅是为了让孩子们 在学校中交朋友 更是为了帮助他们 在未来的生活中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毕竟 人生的旅途中 朋友就像是那闪闪发光的星星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璀璨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在培养孩子 社交技能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经验 或问题想分享的呢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讨论 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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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体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